有一个青年总是非常地落魄 他不得志 有人就向他推荐一位智者 智者实际上就是大德了 一般是大德了 智者沉思了良久 突然默然拿起一个瓢 就是换了一个水 就问他 你知道这个水是什么形状吗 这人摇摇头 哎呀 这个水有什么形状 智者就把这个水倒入了水杯子里 这人恍然 哦 我知道了 水原来像杯子 智者又把这个杯子的水倒入了旁边的花瓶里 这人又悟到 哦 水的形状像花瓶 智者摇摇头 轻轻地端起花瓶 把水啊 咚咚咚咚咚咚啊 全部倒到了沙土的泥土里面去了 一个盆 轻轻地水呢 一下子融入了沙土 不见了 这时候这个年轻人陷入了沉思 智者呢 弯腰呢 去拿起一把刚刚被水倒过的沙土说 看 水就这么消失了 这就是人的一生 青年人说 哦 这个老师我知道了 您是通过水告诉我 社会处处像一个规则的容器 把你放在哪里 你就要像它一样 在好好的在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人应该像水一样 沉浸什么容器 就要变成什么形状 而且人很可能会在一个规则的容器当中 慢慢地消失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人就应该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了 结婚了 生孩子了 找工作了 一切一切 到了最后我们死亡了 就是这样 像水一样消失得非常的迅速 因为这个人间的一切来的都是 特别的突然 一切都无法改变 这个智者呢 这个跟他这么讲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 说吧 这个智者呢就走出门了 那这个青年人就跟着他后面 在屋檐下呢 智者呢 手呢在青石板的台阶上呢 摸了一会儿 这个青年人呢 也把手指呢 伸向刚才这位智者摸的青石板上 感到有一个凹进去的凹处 智者说 一到下雨天 雨水就会从屋檐下落下 你看这个凹处就是雨水落下的结果 这时候这个青年人才大悟说 哎呀 我明白了 其实人可以被装入规则的容器 但又应该像这小小的水滴 改变这坚硬的青石板 直到改变容器 这个智者说 对 滴水穿石的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在人间很多事情 我们没办法改变 但是你要想改变它 你就要有坚强的意志 我天天做一点 你终有一天会改变 人生如水 有的时候是拿自己跟别人相比 我们人一比人 那就会产生傲慢 或者产生自卑 每个人都要改变的 努力改变的环境 实现无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适应环境 还要改变环境 碰到任何的环境 你尽量的去适应它 圆容它 但是必要的时候 要弯一弯 转一转 因为太坚硬的 都容易折断 所以我们做人要用妙法 大家想一想 当年佛陀想去度一个老妈妈 因为佛陀看因果 知道他跟这个老妈妈的关系 前世并不是太有这种缘分 所以他就让阿难前去 度化这个老妈妈 这就叫人间修行 我们不要怕坚硬 而是要用自己慈悲的心 和随缘的心 宽容的心 去改变困难 改变人心 战胜自己 周围更多的烦恼和障碍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随缘 不管在人间有多大的烦恼 要用妙法去改变它 想一想 人都会改变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小到大没有改变 所以他的形象在改变 他的内心也在改变 而我们去改变这个社会 要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那